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丈夫和妻子一直都很恩爱 尤其是丈夫 天天就喜欢吃妻子做的玉米波波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丈夫每顿都能吃三 四个玉米波波 丈夫和妻子经营着自己的十来亩地 每天的工作也很累 有次丈夫下地回来 他就让妻子给自己煮上几个玉米波波 刚出锅的玉米波波对丈夫来说实在是太诱惑了 于是他一口气就吃一个 一不小心就噎住了 突然之间丈夫就没有了呼吸 妻子这下慌了 由于丈夫的妻子和老妈妈都没有文化 也不懂怎么救人 于是他们就把男子埋掉了 在丈夫去世三天后 妻子做梦 梦到丈夫并没有死 于是他赶紧去墓地把丈夫挖坟 看看丈夫到底死了没有 妻子把丈夫的坟挖了之后 只见到丈夫慢慢活了过来 并且吐出来一大口玉米波波 妻子的婆婆听到屋外的动静后 伤心大哭了起来 她以为是儿媳妇在外面呕吐 等到婆婆出门一看 看到儿子慢慢坐得起来 老太太一下子激动地晕了过去 原来丈夫没有去世 只是暂时别捏着没有了呼吸 妻子把她从棺材里挖出来之后 就恢复了直觉 网友 妻子的梦真是太及时了 救了丈夫一命 尽管这件事很神奇 但还是要祝福他们一家人能幸福 愿感动常在 看完小编的这篇文章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下方评论留言哦 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 就是对小编的肯定与鼓励 明天小编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内容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小编给你们笔心了哦